来跟进韩国政局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昨天才高调宣布反对弹劾引锡月 时隔一天态度大转变 党魁韩东勋如今表示 如果引锡月不停止 恐怕会让韩国人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自理行间炮打司令台 韩国执政党建设认 韩东勋今早在记者会上虽然没有明确呼吁支持动议 但立场明显已经转变 另外他还声称握有可靠证据 证明尹熙越在宣布戒严当天 一度下令情报机关逮捕政要 尹熙越形容这些人通通属于反国家势力 由六个主要在野党提成的总统谈劾动议 预计明天表决 在野党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拉拢执政议员 加入倒戈行列 根据韩国盖洛普今天发布的最新民调 尹熙越的支持率只剩下13%